《創意香港》也改組成為民創產業發展署 《創意香港》主要負責八大創意產業的推廣和發展 一直以來都是用一個發展產業的模式去做 過往比較多是從人材培訓、發展市場 製造一個創意的氛圍在香港裏面 去帶動整個行業裏面的發展 我們現在這個提議其實是更進一步 就是說我們更加深入去幫一些 我們剛才說的八大創意產業裏面 做好產業化的工作 包括嘗試幫一些相關的行業裏面 一些人去找到一些 譬如是值得發展的項目 也都可能會推廣更加多不同界別之間的合作 亦都提供多一些機會給他們 從行業由零到一到十的發展裏面更加多的介入和參與 在設置上我們那個人手亦都會有增加的 我們大約會增加到30%至40%左右的人手 去令到工作能夠更加到位 我們都有目標是帶我們的相關業界出到去 更加多參與一些世界可能不同的展覽 或者一些會展的活動 令到他們可以擴闊到他們出去的市場 第一可能是跟外地或者一些內地的相關的行業 大家合作的機會 亦都能夠接觸到多一些市場 令到他們的產品或者他們的創意的想法 能夠實在在其他市場都做得到 所以我們鑽名亦都是將那個目標 更加清晰地去展現出來 所以我們這樣也會不會有所謂的